以故前總統李登輝以林車隊 繞行總統府一圈 這是李登輝的最後巡礼 總統府秘書長李大維 帶領官員與憲兵211營列隊 行扶手禮致敬向民主先生 說聲再見 是大家自願的 來對李前總統送行 代表對他的一個愛戴 跟不詩愛 8月14號清晨北榮上百一戶 隆重列隊 告別前總統李登輝 上午6點38分 在大批交警護送下 前往李登輝生命中的 諸多起點與終點 濟南教會 阿輝伯的愛存起來 後面是錢筒 總統對台灣的愛無限 我們也將我們對台灣的愛 一直存起來 然後守護這塊土地 守護台灣 比較歐美基督教 國家國葬儀式 濟南教會敲響21聲鐘響 李登輝的陸列火化 追思禮拜 選在濟南教會 他的獨子李仙文在這裡告別 最愛的孫女巧巧李坤儀 也在這裡完成終身大事 李登輝遺體送往台北市 第二殯儀館火化 再返回翠山莊 對安葬地點是否外傳的 五指山 總統府強調尊重家屬不變透露 但下週將會李登輝籌辦 國商籍的追思禮拜 讓民主之路的傳奇身影 湧流台灣人心中 這條下頂張宇軒SN小組 台報道